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设计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些样子 柔柔的走路的时候像水这种柔的感觉的一样 衣服看起来就随时都会飘起来都特别香 可能如歌是红色 银雪是白色 每个人都代表着每一种颜色 那我是代表着蓝色 同样都是在穿蓝色 但是它会在颜色的这块部分加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看不腻的东西 我觉得这点蛮厉害的 包括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细节 张世平老师都会特别完美地把它呈现在里面 像它这种钥子都其实是会透的 所以它每一层每一层穿搭出来的层次感就必须一定要有 衣服的那种腰身啊 打磨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身体就像被绑住一样 我是连手都没有办法去做事情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造型的水准是很高的 出来之后就会真的看得到所有的用心 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